今天呢给你们看一下我家这个房子的副品房 现在从一楼居客 第一个房间呢就是大宝的 这里呢就是大家 比如看一件床铺呢也给它铺好了 孩子在这里做作业 大宝的房间出门呢就是边边上的一个房间 这里呢装一些杂草 还有有用的 还有些袋子也是有用的 还有一些包裹面打出来的 有一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也是有一些干活的东西 然后呢这一间呢就是客厅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间 这一间呢就是饭包裹跟坑 还有一些热 已经呢为了很多坑了 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点 一楼呢就是三个房间 客厅双叉就是四个 然后楼梯下面这里的话 有一个洗澡间卫生间的 但是之前呢这里有个可以有卫生间的 但是没有了 姐妹们我家洗澡间里面热水器这个呢已经坏了 有没有姐妹就是推荐一下 有没有我想买一个 因为这个洗澡的热水器已经坏了 然后呢就是从一楼到楼梯上面来 就是这个呀 这里呢就是楼梯的门口 然后别别上一间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出门过来就另外一个房间 这一间呢就是有客人可以在里面做 还有一个电子楼啊 电子楼在里面 然后再出来呢就是这个帐篷 这个帐篷呢是我们自己家搭的 想着烧火做饭的话就在这里烧了 然后再出来这个阳台外面 就是一排的复平房是盖过客的 一排一排的 周围的环境呢是这个样子 反正四面八发都是杀的这一种